十分访谈 我们进来谈谈新的口罩佩戴指导方针 是的 那近来呢 出现本地有更多的社区病例 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感染群 而且还有更多的孩童染疫 政府因此建议公众使用细菌过滤率 只要达到至少95%的口罩 同时规定口罩不能够 面罩不能够取代口罩 是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这些口罩形形色色 到底该如何确保我们购买或者使用的口罩 是符合最新标准的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首先就是南洋理工学院应用科学学院副院主任 许明哲 另外就是斐瑞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 卢嘉生 二位好 两位好 主持人好 那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许先生 在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种口罩 公众该如何来判断 口罩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最新要求呢 没错 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的口罩 那么如果要根据最新的 这个卫生科学局的指南 就是要需要购买95%或以上的这个消毒细菌的这个过滤的这个功效的口罩呢 我们首先呢 消费者在购买口罩时要注意包装上的这个标签 那么通常呢 生产商都会在标签上注明那个口罩是不是具有95%或以上的 细菌过滤的功效 那么现在网际网络的这个信息很发达嘛 那么如果消费者要确保他们购买之前能够检查看 那个他们要购买的这个口罩是否符合标准 他们可以上网去检查 看一下那个品牌啦 或者那个生产商是不是有那种信誉 也同时可以查看 他们是不是用国际认定的方法去检测那个口罩 那么现在有两种这个国际认定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ASDM国际方法 ASDM F2100的方法 那么另一种就是欧洲标准的方法 就是EN14683的方法 那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它的判断标准是否也是一样呢 许先生 那么卫生科学局又说明了 如果是那种重复使用的这个口罩呢 需要是有双层这个过滤层的这个口罩 那么市场上也是有很多种这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那么在购买之前呢 消费者也需要注意一下 看他们是不是是双层过滤层的这个口罩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新加坡政府分发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都是标准的 那卢医生啊 政府这一次明确的指出 应该要使用的是细菌过滤效率至少有95%的口罩 那为什么会选择95% 如果是过滤效率达不到95% 是不是就说明它挡不到这个传染力更强的这个变种病毒呢 不是这么说 所以这个95%有几个分析 我们要讲的很详细 好像我们所知道的N95 这就是说它可以 filter 就是可以过滤90% 微小很小的 0.3微米的颗粒 可是现在他们说的95 不是N95的95 所以它的这个九速是可以 可以过滤5毫米以上的颗粒 所以这个要讲的很详细 而且是从过滤进来的空气 对吗 如果你是穿一个面罩的话 面罩没有办法过滤95%进来 大过5厘米的颗粒 可是它很有效的可以避免你吐液 大量你的吐液 可能多过95%的吐液 吐出去 吐到外面散播出去 所以这个95%讲的很清楚 就是5厘米以上的颗粒 而且少过的话呢 它不代表完全没有效用 就是说就算面罩 你如果自己有什么细菌的话 你戴了面罩 你也可以避免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变种的细菌 COVID 比较传播性比较强 所以他们需要达到一个 比较高的标准 更好的保护人民 其实很多公众家里可能有不少 是以前购买的这些口罩 但是不确定是否 也很难判断它的过滤效率 又不舍得丢掉它 又感觉到会很浪费 那么他们就会问 如果这种口罩里面 自己加了一些所谓的过滤纸 或者是里面再添一层的口罩 两层叠加 是不是能够达到更好的 高效率的过滤效率呢 请问徐老师你怎么看呢 那么就要看他们加入的过滤层 是不是能够有过滤的效用 所以就好像我们说 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需要是两层的 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加一层 有效的过滤层 就好像加上一层 有手术口罩的效率的过滤层 那么可以再使用这种 以前购买的口罩 可是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有95%或以上的 这个过滤效果 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做 不过就是要选定 对的这个过滤层加上去 那还是要问徐先生 那有一些人会觉得 戴有这些呼吸法的排气口罩 或者是自制的一些 比较轻薄的一些布料的口罩 戴起来会比较舒服 而且所以就比较喜欢 戴这类的口罩 那您可以不可以 跟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 那为什么这类口罩就达不到防疫的效果呢 那么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这个就是卫生科学局已经标明了 这个有这个呼吸法的这个口罩 是不建议使用的 因为它可能不能达到95%或以上的这个过滤效果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过滤阀呢 呼吸法呢 它可能会有泄漏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只不能够保护到周围的人 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 佩戴者呢 可能呼进那些被感染的空气 所以因为有这个泄漏的这个影响 所以就不建议采用这个有呼吸法的这个口罩 那么至于单层的这个口罩呢 当然会比较舒服 可是单层的口罩就同时也不能给予最高的这个预防效果 是 我们也看到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当中呢 明显有更多的年幼的孩童 是受到感染了 是的 那么也让家长感到担忧 所以呢 也会让小朋友在出门的时候就戴上了口罩 那么一些学前教育中心呢 也会要这么要求 但对于小朋友来说 戴口罩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非常困难 对 如果家长让小孩子戴宽松一点的口罩 舒服一点 那么这个卢医生 您怎么看 会不会影响这个防疫的效果呢 所以其实我们戴口罩 最重要的是要戴的对 要盖住鼻子 盖住嘴巴 而且其实要差不多紧了 如果我看过很多人戴口罩 如果没有盖住嘴巴 没有盖住鼻子 其实它的效率会大大的减少 可能所以 而且有些人只是戴 好像是一个婚纱这样戴在前面 其实这样是很没有效率的 所以如果要戴的话 只要是戴好 不然其实它的效率真的是很差了 是 我们也知道 这个手术口罩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医用的口罩 是归于我们的卫生科学局监管的 但是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口罩 不属于医用口罩的范畴 是 那如果是像这一部分口罩 并不属于医用范围的话 那它的质量是否达标 由谁来监管呢 许先生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那么我们也明白 这个有医用 为了安全起见 那么我们可以选用本地制造厂商所制造的口罩 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在选好材料之后 制造出原型的口罩之后 送去做认定和检查 在肯定有95%或以上的细菌过滤效果之后 他们才会大量的生产 那么这个认定的检查 就是一种方法能够保持口罩的一定的标准 那么南亚理工学院 其实也正在设立这种口罩检查的中心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为这个生产商或者口罩 进口商提供这个口罩检查的方法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颗粒过滤效果的检查 或者细菌过滤效果的检查 好 那这个疫情到现在呢 大家戴口罩已经都一年多了 那卢医生就你的观察 本地公众戴口罩 有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坏习惯 或者有什么地方你要特别提醒公众戴口罩要注意的呢 通常戴口罩呢 就要盖着鼻子盖着嘴巴 而且要盖着紧 不可以说 因为你好像口罩就是避免你的强有力吐液传播出去 所以你如果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如果你戴得松的话 它完全没有效果 是的 我们谢谢二位跟我们分享 谢谢两位嘉宾 那公众呢 也可以上卫生科学局的网站 阅读最新的口罩指导方针 了解如何正确选购和佩戴口罩的细则 没错 那么另外呢 有本地网红在社交媒体爆料 自家旅游在旅行居家通知 三天后呢 就获准开工 那之后呢 他却被人力部叫回去做冠定检测 结果还是阳性的 人力部发文澄清 广告之后带你了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